2022年5月18号星期三 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网友说 昨天早播报听我讲 现在大盘这个位置不套人 只是输一点时间 不输钱 耐心点都会涨回来 说果然昨天他回本了 然后就空仓 说不折腾了 就等着那个上车的信号出现 再干 可是大家现在心里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上车信号 啥时能够出来 那会不会今年有这种大行情 看 大盘现在走势 受多方面的影响 像基本面 技术面 包括政策消息 地缘政治 还有外盘走势等等 现在在技术上看 来 这是上证指数 咱放大了 这个形态叫啥呀 叫顶分形 顶分形 它就会出现回落 这指的是技术上的要求 可是外盘呢 外盘可是普涨 而且外盘涨的时候 咱们拿纳指和道指为例 就是美国那边 就是美国那边 它们是在底下出现一个早晨之星之后 出现了一个连续上涨 那这个上涨 它背后是有一定逻辑关系 所以外盘的上涨 很不简单 那么它们的上涨 咱们这技术性 貌似要一个回调 可是最近一个阶段 就是最近这一个阶段 A股可是全球股市的领头羊 咱们这个走的最近非常不错 那么大盘现在既有这个技术上 回落的一个要求 又符合现在这个上涨的一个大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 叠加明天就是5月19号 朋友们记得不 我们这几天一直说的 519行情这个奇迹的预期 这个预期很是强大 尤其大盘在这个位置 那么很有可能就走出一个极端的现象 有人说 这个位置留给主力的时间 就是在这向下打 而且吸头上车 这个是大概率的事 那么这个位置 咱们给出第一个支撑点位 就是这个点 叫3041点 而且这个位置越向下靠 越靠近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呀 这条线是2958 就是这个位置 本轮起掌的 就这根大的反包阳线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2958 那么在这个位置 有个整数光口 就是3000点 如果这个指数 既然它能下来 假如一个极端走势 快速的啊 那这个极端走势 越靠近3000点 哎 这个位置 就是调整 上涨的 概率越大 也就是这个调整结束了 那么这 大概率就是今年的一波 起涨点 我们经常在讲 现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现在在这个位置 遍地是黄金 你说这消息 是不是非常好 所以今年的第一波行情 稳稳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抓住 你看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是属于一个趋势性 在趋势已经被 这三根线 突破了之后 如果在这位置 回踩一下 会更好 这是咱们在技术上要求 你看 从这下来的 这叫做啥呀 向下的趋势线 在这下来 支撑正好相交于 向上的 看这是第一点的连线 就是第一点的连线 给这要画一条趋势线 我给大家 缩 给它缩放一下的 就是这样 它们的相交处 也是刚好在出现 3043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挺神秘 好 我们说说外面的消息方面 俄官员说了 说亚素钢厂 那个亚素营 无条件投降了 看看这里面大鱼 究竟是啥 那好 再说美国计划提议啊 欧盟那边对俄征收 叫石油的关税 用这个来替代 这个石油的禁运 目的是啥呀 是控制油价的飙升 你看 这买老美 是不是他那些人 很聪明 你说这他一头抗热 啊 想制裁人家 不让石油出口 现在发现一致 原油大涨 他们自己也受不了 为什么呢 你瞧瞧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已经降到了 自从1987年以来的最低 1987年 到现在多少年了 大家掐指一算 40来年呢 好吧 再说隔夜外盘 现在呢 这不是由于 谁知道是亚苏营的问题呀 还是说的美国松动的问题呀 所以美国那边今天出现了普涨 道指涨了多少啊 道指涨了1.34 纳指涨了是2.76 标普也涨了2.02 而且关键我要说的是 中概股 大涨 那欧元区呢 第一季度GDP 好于预期 欧洲股也都是出现了扑涨 原油又在114美元 而且黄金呢 又止跌了 现在是1810到1820附近 说说咱国内消息啊 北上资金净流入50多个亿嘛 宁王一家就干了7个多亿 有人说这宁王又好了吗 所以呀 你看昨天 这些个赛道股 是不是通通的开始出现大面积上涨 而且很多基金 昨天都大面积回血呀 再说我们国家的大佬出来说话了 说支持数字企业 在国内和国外资美市场上市 你看看昨天这些个 是不是很多这方面的企业都开始出现上涨 再说重磅的 汽车夏天 6月初有望这些政策出台 而且每台车过去 不都把这个给砍掉了吗 补贴什么的 又来了 一台车据说是3到5千块钱不等 这个就是消息嘛 这都很棒的 再说覆盖咱们全国医保 已经有13.6亿人 这种大医保的情况下 全国统一这个医保信息平台 已经建成 以后像什么一地就一地 等等相关的许多东西都出现了 那么有人在想 说比方说在大城市 大家呢 不得得是有医保多长多长时间 然后才能有落户积分 买房子的这个硬性刚性的要求吗 那这回能不能 这些只要有医保都拉齐呢 很期待呀 再说发改为讲 说一定不能以县城建设为由 大肆地炒作房地产 说你看这些像一些个妖股啊 像浙江建什么头的 也出现了跌停 还有一大票的这些个 这些个房地产股 这不又出现跌停吗 不过他们都是妖股啊 那再说房地产政策 泰州又提高了 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比例 还有额度 到50万吗 而且住房这个限售 从两年改为一年 看到没 这个是全国改的最大的 就是一年期限 再说杭州的楼市 三孩可多买一套房的名额 而且长春首次申请公积金的比例啊 又给他提到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额度 再说天津 济南还有郑州 首套房的比例呢 咱指的是利率 又给他下到了4.4% 这都已经很低了 再说湖北 已经向中老铁路 国际货运啊 发出了首趟列车 您说这以前都说 从昆明啊 从云南啊 还有从什么广西往那发 现在已经从湖北干过去了 你说这咱们一带一路 咱指的是打通这些什么导链啊 是不是很好 很提振 再说咱们的大飞机啊 这不是C919已经批量生产准备了啊 并且要交付了 第一批就五个 现在又来了 叫大型的民用直升机 CA313 而且是首飞成功 好 那么再说一个不太好的 说白酒呢 昨天这不是出现异动吗 那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一部分股市出现了涨停 但是另一部分呢 马上要实行白酒的新国标 新国标是啥意思啊 你像一些个比方说牛二 就这些东西会被清除了 他们以后不能叫白酒了 那人说这么多年 这老味道怎么办呢 你看看吧 这酒啊 新标准 这影响咱们很多的 就是指的是白酒市场 再说昨天 动物疫苗果出现了一个大涨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新版的这个受药清理啊 这个开始通知已经下发了 6月1号 那在没有通过这种验收的这些个受药企业 一律停查 所以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良币驱逐弱币 这个是好现象 再说中联同公布了 说今年建成全域全光网这种大网 而且在全光这个算力方面 已经连接了东树西算的八个枢纽 咱们国家东树西算 这不是八大枢纽吗 兜连的 那么这种全域全光 而且是这种大网的状况下 有助于所有的数据方面的运算 老百姓最关心啥 哎呀 我这个网速能不能再快点 好啊 咱说说正经的 那么今天咱的策略 昨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微型 下午两点的时候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 这都是大的国家队的作为 所以昨天在十点半的时候 很多人出现了一个割肉 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的理解是不对 所以在十点半的时候 那个左近 我还逆势加仓了三个品种 你像新冠检测 加了5.6% 中俄贸易加了4.4% 包括水利和智能交通的设计方面的 设计啊 这个股 我还加了2% 现在总仓位已经达到了50.2% 注资之后相当于20% 看到没 就是这一轮 马上要出来的假如会有上涨行情的话 朋友们 咱们A股 你得有仓位才能获利 所以现在我正在积极的备战这个 五六七月份的行情 今天上午 到底能不能做些T加零啊 或者能不能买些股 到底怎么操作的 一会中午收盘 咱们跟大家讲清楚 喜欢股邦的 加关注 我们中午 收盘见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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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